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近期演艺圈内接连爆出婚变 与新杨千佩23号表示 今天听到中国艺人赵丽颖和冯绍峰宣布离婚 台湾捉求国手江洪杰肃请与福云爱离婚的消息 她说看到这些直起鸡皮疙瘩 她和纺织小开洪家杰结婚5年 分享维系婚姻之道 表示最重要的就是聚在一起就好好相处 嫁入豪门不仅是普通女孩的美梦 更是很多女星挤破头也难以踏进的门槛 曾经让小S苦口婆心叮嘱要访的杨千佩 就是这样一位豪门战斗机 杨千佩毕业于台大 是三金红毯御用主持人 异性原颇家 甚至连小S都甘拜下风 惊呼 难道杨千佩想要的男生就没有得不到的吗 这样一位颜值与才华兼备 事业也蒸蒸日上的女星 却不断出现在与富豪的各种绯闻中 甚至还差点成为郭晶晶轴理 杨千佩几次驾豪门未遂 她现在怎样了呢 杨千佩容貌较好 身材火辣 尤其是长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 清纯的外表下 性感外露 被人戏称为天然发电机 杨千佩作为家里的独生女 家人一度对她抱以极高的期望 爸爸为了让她考上名人辈出的重点高中 不惜花重金购置了一套学区房 然而杨千佩却只考上了普通高中 自尊心很强的她颇受打击 觉得对不起家人 从那以后她就拼命学习 困了就使劲掐自己 以至于手臂内侧 大腿上常常布满浴青 成功考取心仪的台大后 为了拿奖学金 她又延续之前的狠劲 常常为了集中精力读书 把肉皮扭出360度 以至于上节目时 亲自下手模拟的小S 在感受到那个力度后 连连感叹 你对自己太狠了 杨千佩自己也说 一路走过来 我觉得是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真的跟巫婆有点像 一旦确定目标 就要不顾一切的去追求 这种做事风格 不仅体现在学业上 事业上也是如此 从台大毕业后 靓丽的容貌 又有高材生的身份加持 杨千佩在主持界 一度顺风顺水 她主持过多档台湾娱乐节目 跟刘真一起 上过快乐大本营 还代搬过当年的大热综艺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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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金马奖主持人后 杨千佩每次主持前 都会做足功课 把参选的两岸三地的 优秀电影作品 记在心里 更是在台下经过无数次的沟通和彩排 确认每个片段都能流畅衔接 这种努力和上进 让杨千佩在主持界赢得了很高的赞赏 也让她成为了金马奖的御用主持人 2016年 阿凡达二探索潘朵拉世界特展举办巡回展 杨千佩更是被指定担任台湾站 开展记者会主持人 台上 她一边拍照 还要一边掌握流程 控场能力一流 获得了主办方的一致好评 然而 人红是非多 尤其是外形和事业俱佳的女性 也许是异性元太好的缘故 人们往往忽略了杨千佩本身的优秀 围绕在她身边的 不是小三小四插足绯闻 就是和富豪约会北派的火辣场面 蔡康永曾一针见血说她 非富豪不嫁 纵观杨千佩所交往的历见男友 基本都是非富即贵的公子哥 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和霍启刚的弟弟霍启仁的一段恋情 霍启仁是杨千佩的初恋 两人在飞机上相识 随后在外面通宵游玩的照片 迅速被媒体捕获 恋情也随之曝光 一个多金公子哥 一个是当红女艺人 话题度十足 然而正在媒体大肆炒作 杨千佩即将嫁入豪门时 霍启仁正牌女友Rebecca 跳楼轻生了 消息传出后 有关霍启仁的各种花边新闻 铺天盖地 据媒体报道 霍启仁在和杨千佩交往的同时 还劈腿Rebecca的闺蜜 和很多女生都关系暧昧 Rebecca本身患有抑郁症 被分手后 精神崩溃走上了绝路 虽然Rebecca轻生 释出有因 不能全由杨千佩背锅 只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霍启仁和杨千佩 彻底划清界限 不再来往 而外界也讽刺 杨千佩错失架豪门的机会 首战失败 杨千佩一度在失恋的阴影中 沉寂了很长时间 然而当她再度出现在大众视野时 又是和另一富豪身家两亿的餐饮集团老板 黄宝氏的恋情 彼时 两个人同静同初牵手拥吻 热恋了三年 杨千佩更是直言 黄宝氏给了她充足的安全感和陪伴 交往的两任男友都是富豪 也侧面印证了大学校友 对她择偶观的概括 她大学的时候挑男生 就坚持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那就是有钱 很多人觉得 这次杨千佩一定会嫁入豪门 然而不久之后 有关她小四插足的绯闻就甚嚣尘上 甚至有传言 她几次跳楼逼婚 黄宝石当场否认 只是这段恋情在漫天的绯闻下 开了花却没能结果 几次与豪门擦肩而过 但是杨千佩却在驾豪门路上越挫越勇 因为事业上的关系 杨千佩和王伟忠 屈中恒等业界大佬 也都有着密切的交往 作为台湾教父级别的制作人 事业上 王伟忠对杨千佩非常后代 提供各种资源 生活上 两个人合作时 经常会在单独的休息室一起进餐 王伟忠更是轻尼地称呼她小见骨头 如此暧昧的称呼 很难让人不服想连篇 两个人的关系也因此引发外界各种揣测 而她身后并非只有这一棵大树 屈中恒这位演艺圈大哥 也是与她有过一段亲密过往 因为工作的关系 杨千佩和屈中恒一直联系紧密 杨千佩失恋 屈中恒会时常电话短信安慰 嘘寒问暖 杨千佩生日 屈中恒会送名贵的礼物 哪怕惹得老婆不开心 更离谱的是 自己老婆生病 屈中恒不在家中照顾 反而和杨千佩一起出游 康熙节目上 两人的交往细节被曝光 众人唏嘘一片 纷纷委屈嫂名不平 面对众人的声讨 杨千佩一度委屈地落泪 因为我是独生女 我觉得有屈哥这么一个好哥哥 我真的很感恩 然而观众并不买账 纷纷声讨她是小三插足 真真假假 是是非非 我们无从得知 只是那几年 杨千佩在外人的眼里 就是为了架豪门 而不择手段的花瓶 就连小S都屡次在节目上 提醒嘉宾防范杨千佩 可见杨千佩的战斗力 的确不一般 情感路上 踩着一路的非议 而杨千佩始终越挫越勇 并终于遇到了对的那个人 2016年杨千佩与纺织业富二代 何佳杰相识 并且互生情愫 何佳杰为了追求杨千佩 在她门外蹲守40小时 并把自己的信用卡 交给杨千佩管理 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 不许花费40万 带着她去巴黎拍婚纱照 相识仅半年 两人就火速闪婚 婚后两个人也是平凡的秀恩爱 杨千佩自曝自己 每天都会哭 已经35岁的杨千佩 在背负着小三 拜金等各种骂名 经历了一次次感情的失败之后 终于像外界猜测的那样 实现了嫁豪门的梦想 现在的杨千佩 已经是两个女儿的妈妈 工作之余相互教子 享受生活 让很多人看到了她 嫌妻良母的一面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杨千佩称 自己一生中只有一个男朋友 其他的只是一段恋情 毕竟在恋情里面 过去的都是故人 也终究是大家口中的笑谈 而现在拥有的才是最美好的 也是最值得珍惜的 很多女星都想借助豪门 让自己的下半生过得更加安稳 而实际上 嫁豪门也并不是一老永逸 无忧无虑 台湾艺人小潘潘 当年风光嫁给夜市大亨江青梁 一时风头无量 然而谁能想到 仅仅五年 老公就因涉嫌炸带千万 遭检警拘捕 在接受采访时 小潘潘落泪说 嫁个老公想说下半生更轻松 没想到却是这个样子 豪门对于很多女人而言 更像是一种人生洁净 走好了 平步青云 一不小心就万丈深渊 而对于杨千佩 豪门更像是她人生中的一个事业 当达到某一个高度后 她又会继续追求新的事业高峰 婚后的杨千佩 不仅没有推出演艺圈 相反工作易如往常 三金红毯御用主持人的身份也照常 2017年 一年一度的金马奖盛典 因为找不到才艺巨佳的新生代主持人 已经怀孕三月有余的杨千佩 再次受邀 搭档陶金莹和陈奕如 第八次主持金马奖星光大道 成为史上第一个挺着运度 主持红毯的主持人 因为肚子一天天变大 导致礼服的尺寸 不得不一改再改 设计师为此大伤脑筋 而站在台上的杨千佩 全程谈笑风生 镇定自若 丝毫没有因为怀孕而影响水准 赢得现场来宾的交口称赞 金镜主持人陈奕如更是表示 金马盛会 时间掌握要很精准 知道跟千佩主持 我都放心一半了 一经为止 杨千佩依然活跃在喜爱的事业上 并没有因为架豪门就失去自我 从一路踩着非翼 执意嫁入豪门 到如今如愿以偿 却不依赖豪门 依然愿意做最闪耀的自己 这恰恰是值得人尊重的地方 每个人对待感情的态度各有不一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运行轨迹 他虽然架豪门 但是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知道如何让自己的魅力充分绽放 如果一个女孩在不违背道德的前提下 就是想依靠自身实力找一个条件好的男人 并没有错 人生没有人设也没有约定的模板 杨千佩的例子也许并不适合寻常的你我 架豪门也好 架平民也好 女人只有拥有自己的事业 有可自由支配的经济实力 才能让你无论何时都能活得更自由 更有底气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